曾几何时 工作站处理器和普通消费机处理器之间 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的 一般来说 工作站上使用的高阶平台 比如X299和X399这些 我们称作HEDT HEDT平台专业性能都很强 还支持四通道内存 牛逼哄哄 可是人家的游戏性能可能还不如一些低端的产品 而普通的消费机处理器 通常核心数有比较少 干活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虽然这个差距这两年在慢慢缩小 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明确的 不过今天有这么一颗处理器想要打破这个界限 那就是AMD最新的Ryzen 9 3950X 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3950X是一颗16核32线程的消费机处理器 使用了Zen 2架构 台积电7nm工艺打造 它内部和3900X一样 同时启用了两组CCD 通过IF总线交换数据 但是3950X没有屏蔽任何一个核心 算是Ryzen 3代的完全体拉 3950X依然采用了AM4接口 最高还是支持双通道内存 所以说它并不需要使用HEDT平台 甚至只要你足够勇敢 你还可以把它用在比如B350这样的普通主板上 此外它的单核加速频率高达4.7GHz 那么这么高的频率就让我对它的游戏性能感到期待了 测试平台的主板是ROG C8H 内存从这次开始我们升级到了影视明文堂的32G 3200C14 4条内存 显卡还是明文堂的2080Ti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Cinebench R15 这个测试的是CCD渲染性能 3950X的多核可以跑到4000分以上 非常强悍 单核成绩也可以跑到215分 接近9900KS 更加新的Cinebench R20的多核也可以跑到9288分 单核更是胜过了9900KS了 这个4.7GHz的加速频率确实是有点恐怖的 Vray的表现也是类似 可以说对于3D渲染来说 3950X应该是目前的消费级处理器里面最好的选择了 再来看看Adobe全家童的表现 凭借了强大的单核性能 这一次3950X甚至在PS中都胜过了9900KS 算是又赢下了一个AMD不太常赢下的项目 AE也是如此 3950X一改往常的劣势获得了不错的表现 而在更加注重多核性能的PR中 3950X的领先就更加没有悬念了 比起其他参测的处理器高出了一个声位 至于传统优势项目Lightroom 更不用说了 3950X是第一颗突破了两分钟的处理器 远远甩开了其他对手 这次我们新加入的达芬奇16 4K测试 结果也和PR非常接近 3950X获得了不小领先 与此同时转码测试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3950X拥有目前消费级处理器比最快的转码性能 除此之外 我们这次还加入了虚幻4的光照烘培测试 计算构建光照的速度了 如果英特尔处理器适合玩游戏的话 那么做游戏这件事似乎成为了AMD的地盘 3950X在虚幻4中拥有最快的烘培速度 和其他几款处理器拉开了不小的差距 对于创作者来说 这绝对是一颗神U了 再来看一看解压性能 WIN RAR的测试中3950X依然不敌9900KS 这个软件可以称得上AU的克星 不过7zip的性能 3950X再创新高 压缩和解压速度都非常快 最后跑一个余乐大师娱乐一下 3950X也算是目前余乐大师分数最高的消费级处理器 光是CPU就能跑到36万分 非常恐怖了 专业领域里 3950X毫无悬念地领先了其他所有的消费级处理器 可以说这个本质工作是做得很好了 但游戏领域呢? AMD的发烧处理器 在游戏中往往还不如一些主流产品 3950X能不能挽回这个劣势呢? 首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赛车大作极限竞速地平线4 3950X的表现基本上和3900X保持一致 比3700X还要再高尚一些 与此同时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刚推出的极品飞车热焰 这个游戏就是英特尔的主场了 Ryzen落后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3950X依然相比3700X和3900X有所领先 说明高频在游戏里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再来看一看策略类的游戏 全面战争三国的表现比较一般 战斗中可以获得一丝领先 但战役中还不如3700X 文明6的表现倒是不错 3950X甚至比9900KS还要再快上那么一丁点 但到了城市天际线中 AMD阵营就再次败下阵来了 3950X的表现还逊于3700X 和英特尔差距还是蛮大的 接着我们来玩一些流行游戏 比如说最新的实名召唤现代战争 在这一座中 Ryzen的劣势并不是很明显 表现还算可以 并且无论是3950X还是3900X 相比3700X都能获得一些提升 无主之第三当中这个差距会拉得稍微大一些 但3950X也还算不错 平均112帧 竞技游戏Dota 2中 Ryzen稍显劣势 相比9900KS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CSGO中的情况则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之前我们测试的时候 三代Ryzen是领先于英特尔阵营的 但如今更新完系统更新完游戏之后再来做测试 9900KS反而是追回来了 由于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LTT的评测结果参考了一下 发现大家测出来的结果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看来英特尔也学会了占未来的技能 以后要黑只能黑老黄了 最后我们也来看看玉璧的游戏 首先是彩虹6号围攻 3950X表现还算可以吧 相比3700X还略微领先一点 刺客信条奥德赛也是如此 3950X和9900K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 最后幽灵行动断点 3950X同样要略微领先3700X 总体来说这个游戏性能还算是可以吧 符合预期了 虽然3950X是一颗消费级处理器 虽然它的TDP只标了105W 但是16和32线程的规格还是摆在那边 它的功耗和发热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用Prime 95进行了一下非AVX烤机 3950X的温度相比3900X稍热了一些 由于频率非常高 而且AM4处理器的接触面积要比TR小得多 所以温度表现自然是不如1950X的 不过比起9900KS的发热还是更低一些 功耗方面3950X也不算低 219W的平台烤机功耗应该是消费机处理性能最高了 但比起X399平台要低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 3950X默认并不附赠散热器 官方推荐使用水冷 想想也挺正常的 这玩意儿要是连幽灵都能压住的话 那苏妈都能去领个诺贝尔和平奖了 最后我们还尝试了一下超频 在给到了1.45V电压之后 我们两组CTX超不到4.3G 还有两组能超到4.3G以上 大约4.3G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再去调教一下内存 我们把R20的成绩最终可以突破到1万分以上 对于消费机处理器来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逆天的程度了 几乎已经榨干了 可以说3950X依然是一颗出厂灰烬的处理器 折腾的空间并不大 开个PBO就差不多了 专业性能非常的强 游戏性能也没有太落后 今年这颗3950X算是给高端用户带来了一些惊喜了 你可以在更快地完成工作的同时 还不损失任何的游戏性能 下班的时候还可以玩点小游戏 开心一下 这点是以往的 高端处理器难以做到的 3950X的首发价格是5749元 如果你是内容创作者 不管是视频后期也好 还是游戏制作3D建模也好 只要你预算充足 这颗处理器都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的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